欢迎加入八点钟整点新闻 你好 谭若仪 新闻头条焦点先来关注到的 同样是这个泰鲁阁号 发生的重大意外事故 那么这起事故呢 酿成了悲剧 搜救人员是马不停蹄进行抢救 最新进度现在曝光了 一块来看 没有办法移动这个第六车厢下面的遗体 那我们有相关的情形先告知 台铁的工程人员 那经过他们的评估 他们本来愿意就是尝试看看 就是是否能够用他们的工程技术 或机具来做一个脱困的方式 油压的一些相关器材 都没有办法再去移动这个 重大15吨以上的一个压重物 那也担心说这个移动的话 是否会造成崩塌 或是下面的大体的毁损 所以我们基于安全的考量 那还是决定说 依据本来工程的进度 等到345车脱离之后 再去以安全的方式将这个大体脱离 好那么目前呢 在稍早1点10分的左右 今天凌晨呢 第三节的车厢是已经顺利脱离了隧道了 那么警销人员呢 正在重新来检视这个第三节车厢里头的一个状况 并且呢移出所有这些乘客的私人物品 还有行李等等的一些东西 台铁人员呢会持续的来进行搜救 而且报告最新的进度说明 建筑结构工程师跟这个建筑工会呢 也将会前往这个现场来进入隧道里头 进行隧道结构的一个评估 那么接着要来看到这个隧道里呢 这个其实这个整辆列车是有八节车厢嘛 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列车进入隧道之后呢 当时是只有这个一二节的车厢 是还没有进入隧道里头的 所以呢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呢 这个一二节的车厢就已经比较顺利的呢 是从这轨道上面已经被拖出来了 那么一直到昨天的 就是今天凌晨昨天的深夜的时候呢 第三节的车厢才被拖出来 那么目前据了解呢 因为这个第三节车厢受损还没有很严重 所以呢可能可以继续沿用 但是还要再观察一下 刚刚也提到了这个里头呢 还有一些旅程客的物品跟行李 要先清出来 那么其他剩下的呢 四到八节还在这个隧道里头 因为呢都扭曲变形了嘛 而且这轨道也变形了 所以呢其实要把它拖出来 是很困难的 那么目前呢因为这个七八节 是在这个隧道比较南端的这个口 所以呢倾向是可能会从南端的这个口 把七八节的这个车厢再往这边拖出去 那困难点是什么呢 困难点就是因为四到八节的这个车厢 这个毁损的状况相当严重 需要一节一节的判断之后呢 再来进行处理哦 那么目前呢最新的状况呢就是已经 一到三节的车厢是已经拆解并且脱离了 一二节是在昨天的上午 第三节呢是在昨天的这个深夜 也就是今天的凌晨一点多快两点的时候呢 第三节也是脱离了 那么目前呢最新的情况是如此 那么根据这整起事件呢 我们也为大家整理出了 有七大疑点 尽管呢这个台铁内部是定调 是这个厂商的疏失 但是呢这个边坡工程的供企 其实是一再的延宕 对于列车通过的这个安全防护呢 台铁委外工程管理全责模糊 缺乏明确兼工机制 其实呢这个七大疑点包括了什么呢 第一点来看到了 李逸祥就是这个工地的主任呢 为什么在这个新明廉价的时候 明明是停工 休假时间 他为什么当天会返回现场呢 而且这个工程车 到底有没有拉手刹车呢 当时这个经费 其实是有编列这个围离的 安全围离其实在现场并没有看到 为什么没有设置呢 明明就有给经费啊 可是为什么没有设置呢 台铁到底有没有明文规定 让厂商知道说 你在施工的地方要有围离呢 不知道要厘清 第三点呢来看到了这个 昨天李逸祥说 他有拉手刹车 他在进家门之前最后抛下这句话 但是根据这个搜救人员检调 在现场发现这工程车的残骸 其实排档杆是停在空档的 为什么不是P档 是空档呢 疑点要厘清 第四点呢 这工程车 明明大家看到了在这个施工的地方 它其实是有一个斜坡 斜坡在转上去 有一片很大的空地 是一个平地 而且那个地方呢 有很多车子停在那边 为什么你的工程车不停在平地 要停在斜坡 而且停斜坡你的车头还朝下坡 你这样重心不稳 当然很容易翻下去嘛 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你又不是没有经验 为什么会这样子停呢 好还要厘清 再来这个营造商是否有提送 两个计划书 第一施工防灾计划书 你有提送吗 第二交通维持计划书 有提送吗 不知道 要来也要也要来确认一下 到底有没有提送 再来呢 这个厂商 它为什么可以标到台铁的案子 为什么可以标到政府的案子 而且很多件 不只是这一件 它明明就是有前科的 有被发现 其实是有一些造假前科 有不良记录 却还是可以得标台铁之情吗 另外还有这个战票的部分 刚很多人在讨论的 战票贩售 是不是跟这个死伤人数有关呢 这些疑点都必须要厘清 那么台北市土木建筑协会的 这个理事长就强调说 政府的公共工程都会要求 要提交这个计划书啊 如果当初有提交的话呢 是不是就不会出事了呢 好另外 昨天这个交通部的政策王国财就说了 他个人认为啦 这个的确是有这个施工厂商疏失的程度啦 所以呢台铁尽快会在这个两个月之内呢 要完成调查 给大家一个交代 那么泰鲁格号发生重大事故 是举国哀痛 而且全国将半期三天 总统蔡英文呢 也亲自到了花莲来探视伤者 慰问罹难者的家属 但是因为这个事故太过惨烈了 有罹难者的家属是当面崩溃 痛批蔡英文 认为总统呢 每一次都只会说听到了 但是都没有改进 只让悲剧不断重演 三年前普庸马的事故 罹难者家属董小姐 看到这个悲剧同样上演 更忍不住哽咽说 痛批台铁拿人命来赌博 台铁出轨伤亡惨重举国哀痛 全国下半期三日悼念追思 总统也前往花莲探视伤者 并前往殡仪馆碾香 一一向罹难者家属举功道歉 但又家属情绪彻底崩溃 家属被痛再向总统喊话 毕竟蔡英文曾说过 要给花莲人安全回家的路 如今对照泰铁阁车祸现场画面 看来格外讽刺 而三年前普悠玛翻车事故 一家八人罹难的董小姐 看到悲剧又重演 更忍不住哽咽 惨痛的经验 在重演台铁势必要痛心检讨 但现在却又传出台铁并没有规定 施工编驳要设置围栏 我们这次发生事故的边坡的旁边 我们并没有明文的规定 说要设置护览城商或者是路局本身 是不是有这个不走远的地方 这个我们会来进一步来厘清 交通部要求铁道局两个月内完成行政调查报告 只是泰铁阁事故带走太多人命 再多的道歉和检讨还是换不回无辜往死的人命 清明时节混沌归乡路 只是要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滑动民众还要等多久 记者陈石店许国豪台北花联报导 这起事故导致了51死 188人受伤 也成了70年来台湾最严重的事故 那么社会大众急迫地想要得知真相 交通部是透过了列车通过的时间 来推估这个肇事的工程车呢 应该是4月2号上午9点13分到28分这段时间 滑落掉到了铁轨上头 运安会的主委杨洪志表示说 已经从这个挤压的列车当中 找到了行车记录器 这个外观呢看起来应该是没有损害 那么调查人员呢会优先来解读第八车的影像 最慢下周二呢也就是4月6号会有初步的影像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